艺术家借由创作带出浪花与庙宇的关联性 艺术家林纯用作品以简浪系列来表达庙宇与浪花之间的关联性 在偶然一次的出游当中 因为晕船而感受到浪花的冲击性美感 与台湾庙宇中的简花有关联性 于是作为创作的主题 题目就叫简浪 简浪怎么解释 其实我是因为去年年底去了南宇 然后遇上东北季风 然后就晕船 显着那些人说过 都头上蜂蜜 都躺到叫买蜜 就因为这个经验 我觉得我们虽然是外地海岛上的人 但是我们对海边不是很熟悉 甚至是没有熟悉 所以海岛讲完之后 我回来就是说 到底我们的土地上 我们台湾这个土地上 这些东西是跟海岛有关联的 就去找到 那个庙宇上的建灰 有时候叫做建灵 这样一个装饰宇会 它参照跟海岛近年有一个呼应信 我们可以常见到庙宇中的屋顶 简连线条 龙凤是庙宇中最常见的简连 宜兰色和绿色 层层的渲染 呈现有如海浪打上来的效果 气势磅礴 可见艺术家的创作功力 时方新闻归问许建议 高雄采访报导